我们也注意到此前华为公布的供应商的这个名单 里边有不少的台湾企业 可以说华为取得的成就里边也有这些台湾企业的贡献 华为和台湾的有关企业来开展合作 有助于发挥企业间的这种互不优势 实现强强联合 为两岸经济的共同发展能够发挥息息作用 谢谢